南投县部落大学办理112年度开学典礼 上任部久的县长许淑华 也首次担任部大校长 并亲临主持典礼 而拥有20年历史的南投部大 每年不仅族人参与踊跃 有些课程甚至还吸引一般民众 想要报名参加 其中像是原名舞蹈班 也受到一般妇女青睐 就有讲师特别获邀到别的乡镇 开班教学 我被派到竹山协会 学会里面教舞蹈班的 舞蹈班里面很多妇女都喜欢跳 原名女 有一些汉人也喜欢跳 由于课程丰富 涵盖面向也都因应当下的学习需求 因此南投不但每年开班 几乎是班班而满的状况 开设的课程也一年要比一年多 今年112年度新开的课程 又比去年40班多了5班 那现在每一年我们开班的人数 也一直不断的在增加 今年已经到了45班 那所以透过每一个班的开课 能够把我们的文化传承教育下去 特别我们在原乡的部落 看到很多的这个产业相当的发达 那这些也都可以透过我们部落大学 来协助来帮忙推广 我们有10大学程 可是10大学程里面有5大学程 是我们族人特别想要去精进的 比例最高的就是推广观光产业的部分 那第二个是职业训练的学程 第三个是文化探索的学程 第四个是语文教育的传承的课程 那第五个就是健康照护 南投部大执行长表示 今年部大规划有45门课程 包含10大面向 其中35门课程已陆续开课招生中 对于想充实自己的主人 可上部大官网查看相关开课资讯 许多课程是额满为止 不要错过报名的机会 原是新闻No 南投普里 财榜报导